7月28日,中国国民党第二十届第三次拳带会在台湾新北市板桥体育馆举行。 中国国民党拳带会正式提名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代表该党参与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。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于大会典礼致辞时表示, 从整体发展、能源环境、教育人才、对外关系与两岸、政治发展等层面, 他指出,民进党当局执政三年多,台湾持续出现倒退,民众越来越无法接受。 韩国瑜在大会上指出, 韩国瑜表示,过去并不平顺的政治路,促使他了解基从需要与庶民所求。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,打造一个台湾安全,人民有钱的台湾奇迹,经济的奇迹。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,我们必须努力向前,好不好? 国民党不能再软弱,国民党必须重新强大的站出来。 国民党此次大会设定的目标是,在2020年1月11日,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, 同时在立委选举中取得60席,争取立法院席次过半,将民进党背离民意和整体利益的法律与政策,拨乱反正。 目前,民进党已决定现任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争取连任。 另一位备受各方关注的潜在竞争者是台北市长柯文哲,尚未明确表态,媒体则报道并揣测他的许多动作。